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端午即将要到了 台湾炎热的夏季 我们常常会看到报纸的头条是 右键缺电的红色警报 但是如果我们善用酷暑作为绿能 那就真的实践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非常期待 也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化为机为转机 今天会客室为大家邀请到能源转型的专家 他是来自地球公民基金会的主任蔡慧巡 蔡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任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设置 它本来是一件又绿又潮 大家觉得蛮符合国际趋势 特别在Paris Agreement的时代 可是在台湾 我想要请教 就是在台湾其实它有没有出现 所谓的太阳能光电的设置 与农或者与渔民争地这样子的情况呢 目前是有的 就是我们为了要光电的装置 然后它会选择要到 比如说农地 利用现在的农地 或者是养殖的余温 或是其他的一些土地上去设置光电 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就会引起疑虑啊 说你绕了宫电以后底下是不是 这个农业 农作物就无法产生了 对 那就是长得不好 或者是你的渔业 养殖渔民就没有 它就没有办法去承租 这个养殖的土地 然后它租不起 所以它就失去它的工作的权益 所以一类的与农 或与渔争地的情形是有的 那我们早期 早期最早之前 应该已经几五六年以上了 之前呢 那个曾经发生过就是 开放农地重点这件事情 规模才会大嘛 但是就发生就是有一些不孝业者 它其实农地重点 应该还是要维持以农为主嘛 但是它却是甲种田增种点 就是它把整个农地都盖满了光电板 然后底下就乌七八黑 没有办法透光 所以它底下也没办法 除了种植菇类 或其他一些很耐阴的东西之外 它基本上 大部分的农作物都没办法生长 然后就经过去访查之后 发现上面在发电 可是下面都没有农业生产的事实 像这种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状况 它后来就被喊停了 就不能够在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业者也不能够在发电 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现在就是我们要记取教训 要重新去思考说 如果我们要发电的话 要在哪边发电 然后另外就是说 如果真的需要用到农地的话 那在农地上要怎么样的 跟绿能结合才是可行的 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规范 这其实是我们现在第二波在推 就是政府现在第二波在推 这个光电的时候 它其实需要考虑到的问题 我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请教主任 因为对普罗大众来说 在不是疫情的大部分的时间 台湾的主要写照可能都叫做 衣食无鱼 好像就是说 粮食上 粮食在感觉的这个层面上 其实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并不太欠缺 所以说与农或者与鱼争地的这件事 在你们的观点里面 它为什么重要 台湾虽然我们好像生活中 我们的饮食跟几十年前比起来 我们现在是相对非常的充裕 但是其实整个台湾的粮食自己率 就是我们自己生产粮食给我们自己吃 其实只占了我们所有粮食的三分之一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衣食无鱼 其实是有三分之二是建构在 这个从国外进口进来 对那在这种像这一次的疫情的事情 各国很多都封关了 其实大家就会开始意识到说 那外国的食物如果进不来 那台湾的粮食到底还够不够 各个国家都会有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保障 提高我们自己的粮食自己率 这件事情是台湾一直都要 牟利的方向 那在台湾我们也常听到很多农地上会 比如说突然一块农地上 突然盖了一间工厂 然后有前一阵子有非常多的 这个违章工厂的争议的问题 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基金会很关心 然后社会大众也很关心的课题 这就都说明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经济发展 很有可能一直不断的都是在 侵蚀这个农地的生产环境 是是这个刚刚谈到了就是说 轻食农地的生产环境 这个议题其实在很多层面都碰到 不止太阳光电也包含我们会听过 有时候这个工业园区 科学园区的用水用地 甚至也出现了与农来增加的情况 但是因为太阳能光电是作为小英政府 他们很主力在推的一个政策 所以2025年的这个设置的政策的目标 距离现在这个落差可能还有多少 如果要达标就是可能还要再有多大的努力 因为这个会跟大家来意识到 这个与农争地的议题到底严不严重 这个是很有关联的 是我们2025年是有设定一个非核家园的目标 那它这是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的三座核电厂 核一核二核三呢 它其实到2025年前呢 就都会陆陆续续都已经借起该厨艺了 那到2025年就全部都借起该厨艺 那所以在到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是没有核电的 那核电大约是占我们台湾的供电 大概是12%左右 那为了要满足这个用电的需求 我们必须要寻求一些对环境比较友善的 这个新的能源 我们不可能去倚靠这个燃煤发电之类的 所以再生能源其实 对再生能源就是我们国家 还有也是国际上在追求的一个新的能源 替代能源 那太阳光电的部分当然是我们的发展的一个目标之一 那小英政府它所提出来的政策目标是 2025年所有的再生能源 太阳 风 生殖能等等 这些加起来必须要占全台湾的这个供电要占20% 那这20%里面呢 太阳光电的部分呢 它必须要装置容量要达到20GW这样子的装置容量 那这20GW是什么样类型的太阳光电呢 当初他们设的目标就是有其中3GW是屋顶型的 OK 我们家家户户的屋顶型 然后17GW呢 它就是要寻求直接盖在地面或者是水面上的这种 所谓地面型的光电 是 那但是后来我们就是从这个2016年小英 她第一次执政到现在 这几年间她推动光电的形形下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屋顶型的3GW 它其实在去年就已经达标了 提早达标耶 是 对对对 所以老师这个屋顶型其实是应该还可以再往上增加 OK 对 然后可是反过来它的地面型光电却建制的进度非常的慢 它其实是没有 它其实是落后它预期的目标的 它现在目前就只有到现在只有装了0.79GW 距离17GW非常的遥远 是 所以后来呢 其实能源局那边它也有在重新调整这个光电的比例 它就把屋顶型的目标设定为6G 6GW 然后地面型就调降变成14GW 那在我们的看法是 我们觉得屋顶型其实应该还可以有更高的潜力 我记得台大风险中心的赵家伟博士 他曾经有粗略的计算过 那他认为其实2025年台湾的屋顶型光电是非常有潜力 可以达到8GW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屋顶型光电其实可以再增加 那大家也会看到就是说因为屋顶型光电的量冲上来 就会让我们的地面型光电量就可以减小 对不对 对 因为屋顶型光电听起来相对环境的争议小一些啦 是 没错 因为它就是已经在既有的人为设施上面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什么环境生态方面的冲突或争议 是的 对 那所以地面型光电它其实就 它会现在都推行一直不断受到 就是没有达到预期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会面临到这种环境的生态 或者是原来的土地利用模式会被排挤的这个问题 所以它的推展的进度就会快不起来 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来讲 因为我们还是要达到这个光电设置的目标 对呀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呢 其实在我们的想法里面 第一个当然一定是屋顶型的光电一定要再增加 而且要全力去发展它 OK 然后再 对 那地面型的光电你就要去解决 它这个可能会遭遇到的这个环境生态的空击 或者是跟原来比如说它原本是农地 然后你会不会光电进来去排挤掉原来的农地生产的功能 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去把它辨识出来 然后找到解决的策略 这样子我们的地面型光电才推得快 那目前就是在地面型光电的这方面的减合就还不够 所以它会很多地面光电一推出来 大家就开始发现有好多问题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 我知道这个地球公民基金会 还有就是能源转型以及环境关怀的相关环团 有提出一套的系统 这个减合的系统叫做环境与社会减合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节目里面的重点 那在进入到这个重点之前呢 我知道其实也有另外一种方法是 大家正在实验中觉得可以两全其美 那就是说并不是所谓相争 而是所谓的共生 也就是浓于跟绿能共生 可是它属于一个还在实验的阶段 我们首先先来理解一下 浓于共生听起来好极了啊 但是过去之所以没有办法做到而变成相争 结果导致下面只能种这个耐阴的这个作物 比如说孤类这样 所以浓于共生它是什么 我们不太容易想象 它是什么 对 好 我觉得您说得非常好 如果我们一块土地它可以有加值的作用的话 我们当然是非常的支持啊 我们会希望就是两者都要这样 那农电共生或鱼电共生是什么呢 基本上它其实还是要以农或以鱼为主 就是说我还是要维持我的农业的生产 或者是我的鱼业的生产 但是我同时能够附加一个绿能发电的一个价值在上面 那它可以有什么具体的案例来说明呢 比如说我们基金会曾经在某一年有邀请德国的一个农村小镇的镇长 他来副市长 他来我们台湾演讲 那他就这个小镇他很有趣 他其实是一个弱农的一个小镇 然后都是靠卖牛奶为生 可是这个牛奶的价格起起落落 所以他们的那个收入就不是很稳定 然后是一个非常德国非常偏远的一个小镇 那后来他们其实在20年前 就是说德国开始在推这个再生能源的时候呢 他们小镇就想说 这个绿能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联 然后他们就决定自己集资 在他们的小镇里面 比如说大家的屋顶上去装太阳光电板 然后在他们附近的这个空地呢 他去架设这种小型的陆地上的风机 然后去产生生产出再生能源 给他们自己小镇用 然后也卖给国家 那结果这个样子 他们到现在呢 所分产的店已经是他们自己 所需要的店的六倍以上 那多出来的这五倍的店 其实就很稳定 让国家很稳定 20年来稳定的在收购 这个经费其实就回到 这个小镇的发展需求 比如说他们很鼓励这个体育的运动 然后这个体育场上面的光电板 发电所卖的钱 就可以来改善他们的体育环境 然后去做很多的体育的活动 听起来很聪明 也很是一个很实际的可行方案 对 那这个是属于 这个是在德国这边 它比较是 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案例 它是比如说盖在这种屋顶上面 那其实在日本也有很多这个 农店共生 对不起 是农店共生的经验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听说 有一些农地 然后它会在农 比如说它是种稻子的 或者是它是种蔬菜的 然后它就在上面 农地的上面 它有架架装 那个光电板的支架 然后光电板 那底下呢 就还是照样在种田 然后甚至这个收割机 农机具都可以开进 这个光电板底下去工作 那这个光电板 对它这个光电板 它这个光电板下去 它不是盖的密密麻麻的 它其实是有控制 它的间隙 它的距离 让光线仍然可以 很充裕的照进来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让底下的 不管是通风性 这个是温度什么 都能够有一个 比较好的控制 然后它又能够发电 那这个发电的收入呢 它可以很稳定的 卖给这个国家 或者是一些企业 那卖电的收入 它可以用来改善 他们自己农村的 原本的一些基础建设 甚至也有一些小农村 他们因为附近有河川 所以他们就去发展 这个小的农村的水利发电 那这个收入呢 基本上它就 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回到这个农村里面 来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我觉得这两个实际的案例 会让我们觉得 他们可以 我们也有机会来试试看 特别是日本农店共生 这个让我觉得 相当的惊艳 因为相对于德国来说 我们会觉得 日本它整体 或许在气候环境 以及社会形态 人与人 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关系 或许跟我们比较相似 所以这个日本的农店共生 他们能够成功 我们就会觉得 这真的是踏山之石 可以攻错 我进一步的请教您 这个 我们刚刚谈到了 电力的占比 这个我要先跳出来讲 各位听众朋友 我这个2025年 绿能要达到大概两成的占比 那这个也可以取代掉 核能它在2025年 它这个过去几年平均下来 大概12%的占比 这个呢 不是一个所谓照进的时程 而是因为核能电厂 这几座核能电厂 他们都借零退役 也就是讲直白一点 就是说机器都有它的年限嘛 然后超过了年限再使用 就会不安全 不好用 或效率过低 其实投入的成本过高 所以2025年 这个核能退役 是基于借零退役 它不是一个 照进的一种政策 可是回头来讲 这种占比的这一种概念 比较是一种 我们在知识界 或者是在都会的民众 会特别去关心的 在大部分台湾传统的观念里面 大家会觉得 电力供应就是政府的事啊 所以如果电出现状况啊 缺电啊 或者是有某几户 忽然停电啊 跳电 就会 首先的反应可能会是 拿起电话骂台电 反正就是台电去负责 就对了啦 所以说在农鱼业 作为主要产业的南部 这个农鱼店共生 我们刚才听到 日本的这个经验 挺羡慕的 可是农鱼店共生 要跟相亲父老沟通 我自己想象 好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要跟我阿嬷 讲电力的事情 我就觉得 不是很容易讲得通啊 这个在主任 您自己的经验里面 您怎么样看这一件事 它的可行性啊 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 还是必须要获得 人民的知情还有同意 对 是是 对 我们现在 我非常认同您所说的 就是 我们到了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应该不是说 只是负责用电 而不去问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电 它会到 对我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使用 那么多燃煤发电 然后它就是 它其实是空气污染 也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们要去想的是 我要用什么电 我要去要求 甚至我要自己去生产 本来我们都是电力的生产 消费者 现在我们应该是 不只是消费者 还可能可以是生产者 但是这个概念确实很难 你去跟阿公阿嬷相亲 就是这种农鱼村的相亲 去讲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平常都是在 这个土地上面工作 它其实很难去理解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农鱼店共生 这个在其他国家的乡村 能够获得认同 在台湾还是有机会 获得认同的 怎么说呢 我们不能够只是说 要求你 这个乡下的阿嬷 你也要负责发电 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要去告诉 我们要去带领 这个乡村的这些乡亲们 一起来思考说 这个绿能 它进来有可能 它有没有可能去提供我们 去改善我们现在的农村 这个角度很重要 对 从这个角度 因为其实台湾的农村也 面临到这种人口老化凋零的状况 然后年轻人如果要回来 他好像又不是很有发展的空间 对 那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在日本或是其他韩国 等等国家 我们已经看到 因为这个再生人员进来 而让这个农村 他获得了一个新的经济来源 然后发展出一个新的产业的模式 然后让年轻人回来 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也是可以发生的 那我要说的是 台湾目前在推这个农村地区 在推光电 它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真正从乡村自发起来 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刚才讲 那个德国那一个农村 那个落农小镇的经验 他们就是小镇里面的人 自己来思考 我们要什么样的再生能源 然后他可以怎么样 跟我们的农村生活结合 甚至可以来改善我们整个乡镇 是 那都是农村在地的人 阿公阿嬷他们才会最清楚 他们自己的需求 然后比如说他们医疗不够啊 那我这个绿能 怎么样来协助这个医疗 那我的这个株色都很热啊 我的农地里面的工作很热 那我的光电板 它有可能可以改善这个热的问题啊 这些其实是农村在地的人最清楚的 但是我们现在在推光电呢 它为了因为我们 早期一直都没有好好的推再生能源 一直到小镇政府上台之后 才真的要有心要去推再生能源 以至于我们的再生能源 它能够推动的时间非常的短 它不像德国已经推了二十几年了 OK 那台湾时间很短的情况下 你要很快的赶快 为了满足这个核电的供电缺口 我们要赶快来 把这个再生能源的量冲上来 那最快的方式就是 由政府去做计划性的光电的发展 或者是找企业一起来 然后就比较大面积的 赶快把这个再生能源建起来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就欠缺了跟社区对话 然后去讨论社区需要什么样的光电 那所以我会在南部就会看到就是说 南部的渔民它这个养殖的好好的 突然我们家附近的有一块渔温 整块都要变光电板 然后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我反而要去担心说 它这个光电板会不会对我的养殖 或者是对我的旁边的农地造成什么影响 好像它变成一个侵入性的设施 而不是一个共生型的设施了 对对对 所以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多一点 从农村自发上来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多多的鼓励 这个农村的不管是社区的营造者 或者是村里长 大家一起来了解 到底光电可以给我们自己的农村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然后我们一起来思考 这样才是能够解决 目前农鱼店它所遇到的问题 是 我想这确实是一个解决的根本之道 刚刚在节目的稍早的时候 前述的时候 我们有谈到说 与农争地的情况 使我们开始思考两个问题 一个是设在哪里 第二个是如何设 那我们听到了这个国外的经验 比如说日本或德国 那日本的经验里面 我觉得是值得 跟我们有相当多 比较在客观条件上面 类同之处 所以这整套不是相争 而是共生 它具体而言 可能有哪些重要的原则 然后我知道这个原则的发展 其实是在一种系统之下 来发展出来 来思考 来产生的 叫做环境与社会减合 我们可不可以一并谈一下 环境与社会减合是什么 然后它可能发展出来的共生的机制 就透过这套减合方式 它于是可以产生出来 OK 好 我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环境与社会减合 是因为光电板 它相对于其他的 比如说工厂 科学园区 或者是道路建筑物的开发 光电板相对于这些类型的开发 它其实是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小 比如说它就一个板子在那边 然后它也不会产生废水 也不会产生废气 也不会有毒物质排出来 都不会 所以光电它基本上 它在我们现在的规定里面 它是不用进行环平的 除非说你是建在一个国家重要师地 而且有超过2000公顷的规模 那这种就一定要做环平 但是一般这种地方 不是很国家重要师地的光电 它其实就不用环平 可是它不用环平 是代表它对环境都没有任何影响吗 也不是 它其实有可能因为它光电板 它需要的面积比较大 当有很多很多的面积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可能会对我们的环境生态 造成一定的冲击 那这个部分其实应该还是需要去进行 这个影响的评估 那在社会经济面 刚刚我们也谈了很多这个农电啊 游电它的问题嘛 会不会让那个农作物长不好啊 会不会排挤渔民的工作权 这些这种社会经济层面 也是应该要去评估的 但是我们在没有环平的情况下 它就光电的设置就缺少了这个环境 与社会经济的影响 那另外呢 它也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开发案 它就是因为有了环平 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资讯公开的一个机制 社会参与 对有一个民众参与的管道 我们可以去在这个环平的 不管是说明会或是审查会上 我们可以去发表意见 然后这些意见有机会被纳入 被采用这样 但是光电免环平之后 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所以就变成 除非说业者或是政府 它有这个主动去做这个公开 不然的话 其实就缺乏了这些资讯公开 跟公众参与的管道 所以这才会导致说 我们的光电进到的农村 进到的社区 然后大家都觉得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它反而让我觉得好丑哦 什么污染啊 什么各种问题都出现了 对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那光电它当然 它影响比较小 它也许不需要到环平这样的程序 可是它还是需要经过一个 环境与社会的检合 还是需要有一个机制去检合 它可能会遇到的课题 对 那我们没有 我们基金会没有主张 把光电纳入环平 一来是比例原则 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环平它其实在整个开发的程序里面 它是已经非常末端了 末端 它其实应该要更前端 应该要更政策上游一点 它放在后端 其实那时候的社会参与的空间 已经很小了 就变小了 这个是要在这里说环平的 或许可以在更好的部分 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 又是另外一个篇章了 是蔡主任 那我要 您这位很有概念 那我要说的是光电的问题 它通常不会是它的设计 比如说什么废水 废弃物的问题 都不是 它比较多的问题是 它有可能一开始 尤其是地面型的光电 它可能会 是因为它选错位置了 你看如果光电是 装在我们的屋顶上 是不是几乎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它是 它如果是装在一个 被污染的土地上 有没有问题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很多的鸟在那里 活动的地方 大家就会担心了 有道理 光电板很多很多以后 会不会让这个鸟 它就看到 哇 我要吃的东西不见了 之类的 所以它的问题是 一开始它如果选错位置 后面的问题就会冒出来 是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它不是放在环平 而是能够在更前端 就要处理这个区位的问题 区位的问题 所以这个环境与社会减合 它其实它不是环平 它其实是要去 透过一些工具跟方法 来引导这个厂商 或者是开发 比如说政府单位 它去收集 我这个光电的设置计划 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资料 这些资料包含 比如说我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关键的水鸟啊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红皮书的这种保育的植物啊 或者是我这边是不是遇到了原住民土地的问题啊 或者是社会层面的话 包含像我这边有没有一些层住户 它会不会因为我这个光电计划要进来 然后他就没办法工作了 你要去区别出我在这个区位会遇到的环境跟社会课题 它是非常的focus的 然后你再依据这些课题提出一些因应的对策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要去收集这些资料 那你就会可能 尤其是社会课题 你可能会需要去做一些社区的访谈 或者是你要在社区开一些说明会 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收集地方 这个地方的意见 会帮助你去了解这个区位有什么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有一个资讯公开跟公民参与在这里面了 然后提出因应对策的时候 就是大家能够一起来讨论 你提了这个 比如说我这里有黑面皮露 那业者就说 那我知道黑面皮露都在这边 它是我的余温有在赛池的时候 人家说科捆赛池的时候 那这个黑面皮露就可以来这里吃 这个余温底部的这些下杂语 它就有食物吃 所以我的因应对策就是 我的光电板底下的余温 都会维持稳定 每年都会有赛池这个动作 OK 这是一个因应对策 那这个因应对策 那是不是就足够去处理 我们所遇到的这个关键物种保育的问题呢 大家就可以来讨论嘛 所以环境与社会减合 它不像环品要做到包山包海 很多很复杂的调查 没有 它是 你就是要去辨识出这个区位的关键课题 然后你提出对对 然后大家在这个 收集好的科学资料 这个很客观的基础上面 我们来进行一些对等的讨论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有在资讯公开公民参与的情况下 就会让这个 让这个光电板不会是跟社区的脉络 跟这个环境土地的脉络都脱离 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是 听众朋友 我要把这个刚刚惠询他讲的这一个减合的机制再讲一遍 这个叫环境与社会减合 为什么我要特别再重复一遍呢 因为很重要 我曾经跟几个就是县市的首长 他们聊过 然后他们就跟我用有一种抱怨的口气说 这个环团啊都只在乎就是环境永不永续 都不太在乎人的够伐的事情 就是说好像环团都只在乎这个蟲鸣鸟叫 然后都不太在意就是说产业到底还有没有一条路可以走 可是这样子的概念在这个减合机制里面 这种二则一的这种概念 其实在减合机制里面不对哦 这个减合机制我再讲一次 它是环境与社会减合哦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 慧巡其实也一直在跟我们聊到的是说 这个农渔民的工作权 还有就是农渔民他们的对于社区的想象 会不会就被贸然进来的太阳能光电板给破坏了 所以这个环境与社会减合 它是在一个面面俱到的这样子的大前提之下 来提出来的一种机制 所以我想请教 那个部会之间的 你们提出了这套机制 那么部会里面是谁要来主管这件事 那这个机制又可能是哪个部会再作为主管机关 因为慧巡我真的觉得这件事超级重要 举最近因为台北有一间钱柜卡拉OKTV店大火 然后我自己过去的经验 我在这个高龄化的社会里面 我常常在社会局那边听说了 他们对于就是住宅里面可以盖电梯 他们是尽量把各样的条件都放得很宽松 因为高龄化社会嘛 大家爬楼梯越来越多长辈是没有办法爬楼梯的 可是在这个局处里面的这种公务局消防局 他们又对于要在建筑物里面盖电梯的这一件事 他们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消防安全的种种的建物安全 消防安全的种种考量 所以我要举这个例子是说 部会之间有时候他们的分工和他们的目标会是矛盾的 所以这件事情在政府他们要怎么样一起来 可能可以透过环团的建言来真的让这事成真 我们农业单位 因为比如说我们农业主管机关是农委会 农委会它里面 它当然一定要确保这个农业是可行的 那其实农委会它还有另外一个部会 一个单位 它其实也是我们的生态保育的主管机关 它里面有特层中心有林务局等等 那所以其实农委会它其实身上会负起一个责任 是它要确保农业的可行性 然后要让整个生态的影响是能够支在它的监督管理之下的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环境与社会 好像是跟农委会有关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发展的绿能 绝对不能够是传统的这种能源的发展模式 它也不能够像 它一定是一个真正的绿能 大家都在说真正的绿能 应该是对环境友善的 这样的能源才是我们支持的能源 所以它不能够是 它不能够是对环境对生态有造成影响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能源 能源主管机关是谁呢 它是经济部 然后在地方政府就是城乡处或者是经发局 那我们经济部或是这个城乡处 他们都要去推这个绿能 对不对 好 我要推这个绿能 我应该 我是不是也应该要负起一个责任 告诉我的社会大众 我推的这个绿能是对环境友善的绿能 应该是吧 对 要不然的话你推出来的这个绿能 它都是去抢农地抢游温 然后这个造成环境的问题 这样的绿能 我不相信Google啊 Facebook他们会愿意买 对 所以 对 所以其实我们要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到底谁 这个墓地事业主管机关 它其实也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 告诉大家说我的光电 它是对环境友善的 而且更何况 我们的光电不是只有在农地 余地 农地余温这种跟农委会有关的土地 它也有可能会在哪里呢 比如说它在一些废弃的盐滩地 或者是在一些游戏的用地 在一些交通的用地 它就可能会跟 比如说国产署啦 跟交通部啦 跟谁跟谁 跟其他的部会都有关系 那这个环境与社会减合 它是会需要业者或者是地方政府来做 它做了以后也有人来审 那这个审会是谁来审 总部可能叫农委会 叫交通部 他们都分头去审吧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经济部 所有的都跟你能源有关 今天是因为有光电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经济部 或者是地方的经发局 他们应该要负起责任 来做这个环境与社会减合的把关 那这其实也跟我们的 现在的光电申请的程序 刚好是相符的 因为他们第一关一定是送 经发单位嘛 送到经发局 或者是在转到这个能源局 去做电业的投射的许可审查 那所以在第一关 我们就先来处理环境与社会减合 确认你这个区位没有问题了 或者是有问题 然后我们大概有一个 应该建议应该要怎么样处理的 一个因应对策的方向 然后之后你要去设计 跟鱼电有关 跟这个农业生产有关的 或是跟交通的设施结合的 你再去依据这个原则 去做规划跟审查这样 所以我在这个部会上 我会觉得说 我们去建立这个 对环境对于传统产业都好的 这种再生能源 是所有部会共同的责任 也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 那经济部他们就应该要负起 这个环境与社会减合的审查的主则 然后农委会 他其实就是要确保我的农业可行 然后确保你在这个 光电营运的过程当中 你的整体的生态影响 是能够是在被控制的 被改善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认为地方政府也负有很大的责任 因为各国在推能源转型 地方政府才是最了解 地方的能源的需求 跟供应的可行的潜力的 那地方政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台湾的地方政府 其实也应该要学习 要成长 要跟国际的这些县市一样 他能够提出我的县市的能源的供需规划 去盘点我辖区里面的绿能的潜力区 然后跟我的市民朋友 我的县民朋友说明 我们要如何去兼顾 整个县市里面的生态保育 农与产业跟绿能发展的整体目标 但是县市政府它应该要负取的责任 是 对我们刚刚听到惠群跟我们谈到了 是关于就是农于共生 它一个具体可以落实的方法 我们有听到了组织架构啊 分工全责啊 然后还有中央与地方的这一种 分工合作的这几个大的原则 接下来我想聊一下的是说 那么这个进度骑程目前发展 大概是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我们在前年呢 开始意识到这个光电 它可能会对于 可能就是会对生态 对农业产业造成影响之后 我们基金会就很希望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帮光电找到一个 能够两全其美的路 那也我们就开始去游说 不管是经济部门啊 农业单位啊 各个相关的单位 然后也跟很多的友团一起合作 在经过这一年多来的努力之下 经济部农委会地方政府 NGO然后一些生态与社会学者 而且也还包含光电业者 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 开了好多次的会议 终于在今年的4月15号呢 经济部已经确定了 环色减合的1.0版 就是已经完成了1.0版了 这个版本呢 已经就是他 你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减合 要减合什么东西 他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表格内容 这个报告书的章节都出来了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来做 来试做看看 那现在经济部他打算要 他正在邀请地方政府 一起来找出我们县市里面 可以来做这个示范区 光电 地面光电的示范区 有道理 然后我们就这个示范区 先来试验看看 然后把环色减合拿进来做 来确认这个示范区的问题 然后去设计适合他的一个光电 那这个是经济部正在进行的 那另外农委会这边呢 他其实也意识到这个农电 或者是鱼电的很多问题 那他们前一阵子 他们刚盘点出 就是关于鱼电共生这个问题 他们是想要先处理 然后赶快把鱼电处理完 再来处理农电的问题 那鱼电的部分呢 他已经先盘点出了 全台湾有4万多公顷的鱼纹 从这里面他去扣除一些 比如说有这个生态水鸟 经过的地方扣掉 然后有这个养殖户的 它是承租户 有电容的这种问题的 他也先把它扣掉 所以他盘点出了4283公顷的 比较没有生态跟社会争议的养殖区 这些养殖区 全台湾这4200多公顷的养殖区 他都是可能比较没有生态问题 然后他也 渔民本身就是地主 所以他不会有这个承租户 失去工作权的问题 他就说先从这几个养殖区 我们来试做看看鱼电工程 那当然也是这几个养殖区 这个区域里面呢 也要做环色检核 那他这边的环色检核 就会希望是地方政府 有先来这边提一个区域 一个鱼电工程的专区 然后来做环色检核 做好之后呢 后续的这个 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个 不管是个体户的渔民 或者是小型的企业 他都可以在这里面 去做鱼电工程的计划 他就不需要再去做环色检核 他就可以做 所以他们会他就会鼓励 大家优先从他们盘点出来 这个比较没有争议的地方 来做鱼电工程 那之后他们会再滚动检讨 可能再慢慢的去找到 也一样比较没有争议的地方 再出来继续往下扩大 去推抖这个鱼电工程 是 惠群我听起来就是说 2020年今年的话 算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年啦 可以这么说啦 就是落实的第一步实验示范 可以这么说 对 那我们很希望这个环色检核的机制 能够赶快成功 赶快 就是试验赶快 赶快试验完成 然后可以上路 那他就不会只是适用在 几个小小的示范区 或者只是用在鱼电工程 他能够是扩大到 各种不同类型的光电计划 因为还有其他类型 比如说有一些是土地要整块都变更 这种变更型的光电计划 其实他更需要这个环境与社会 重启的影响评估啦 OK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因为这个毕竟1.0版 他其实一定 后续还有很多需要精进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专家学者能够一起投入 因为关于这个光电呢 他到底 他的一些因应措施 遇到了这个黑面皮露 或遇到了什么土土之类的 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措施 去面对他 或者是我用什么方式 才能够去检验出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需要专业者进来 OK 对 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 来参与这个机制 来监督这个机制这样 是 我们一开始 节目的一开始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就聊到了 就是大家最喜欢说的 化为机 为转机 但是我想重点是 怎么样实践它呢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一整套的 把酷暑化作绿能 甚至叫做绿金 这个金钱的金的一种具体的方式 而且它是一个可以跟 把生活生产生态都面面俱到的机制 那个就是叫做环境与社会减合 其实啊 陈伟觉得在台湾 实在是不缺实验区与示范区 因为这个其实每次一到选举 哇 我就听到好多候选人正在画大饼 但是台湾相当 我们需要一起来共同期待 而且促成的是永续 并且落实的机制 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环社的检合 这件事情在这个越来越接近酷暑夏天 也越来越接近 其实我们三座核能电厂 即将是借零除役 谢谢他们过去历史的贡献 但是他们现在 如果再继续让他们运作下去 听众朋友这个安全 到底是谁要来负责 总不能讲最后有难同当吧 这个实在是讲不过去啦 核能安全这个事情讲不过去啦 所以这个环社检合 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共同来努力 还有留意 我今天非常感谢 地球公民基金会的主任 蔡慧巡 慧巡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蔡主任 谢谢陈伟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陈伟在这里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跟我们所共同制播的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喜乐 下周再会咯 拜拜